Odio Jungle 宣布,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后,随后十多个欧盟国家纷纷效仿,宣布将对俄罗斯外交官进行驱逐,于欧洲一扬之隔的美国也没闲逐,美国政府当的时间26日上午宣布,将驱逐60名俄罗斯外交官,并关闭俄主席雅图领馆,以报复俄罗斯,涉嫌在英国暗杀俄前特工,这个事件究竟怎么回事,何以引发轩然大波? 俄前情报人员,在英国被毒杀者的追溯到20多天前,本月4日,现年66岁的俄罗斯前情报人,袁谢尔盖斯科里帕尔,和他的女儿在英国街头突然昏迷,生命垂危的他们被送往医院急救,三天后,英国警方的反恐怖门任,定着对父女两,是遭毒杀被罪,而凶手使用了一种苏联时期研制的神经毒剂, 叫做诺雅乔克,因此,英国政府将矛头直指俄罗斯,BBC13日报道,当的时间12日,特雷沙梅在议会发言时说,斯科里帕尔妇女中毒案,非常有可能与俄罗斯有关,并要求俄邦在13日晚之前,给出可信的答复。 特雷沙梅说,这次事件,要么就是俄罗斯政府,针对英国的直接行动,要么就是俄罗斯对这种化学物质的管理失控,导致这种物质落入他人之手。 他强调,如果俄方,没能做出切实可信的回应,英国将把此案归结为俄罗斯对英国非法动用武力。 对此,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,同日作出回应,称英国关于此案。 对于俄罗斯的指控,是英国议会里,上演的一出马戏表演。 他表示,英方的做法,又是一次基于挑衅的政治宣传。 随后,在本月14日,英国方面宣布,驱逐23名俄住英外交人员。 作为回应,俄外交部17日,宣布,驱逐23名英国驻俄外交人员。 关于毒计再多说一句,俄罗斯国防部下属一个研究中心。 25日提供一种新说法,即俄方前间谍本月初在英国中毒仪式所用毒计,获取由美国人研制,英国为什么挑头? 然而,还是让很多人都没想到,英国开头的驱逐行为,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反应。 昨日3月26日,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、意大利、乌克兰等多个国家发表声明,宣布驱逐若干名额助。 自己国家的外交人员,以报复额,涉嫌在英国袭击额前特公司克里帕尔,据美国白宫官方社交账号今日发布的内容显示,目前已经有包括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波兰、捷克、立陶宛、丹麦、荷兰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爱沙尼亚、克罗德亚、本兰、匈牙利、拉脱德亚、罗马尼亚、瑞典、乌克兰、 加拿大、阿尔巴尼亚、澳大利亚、挪威、马其顿等23个国家对俄罗斯的137名外交官下了逐客令、看似单一的一起案件。 为什么会产生这要大影响?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向正知道微信IDApolitics分析道,俄罗斯前间谍中毒案,发生在特殊时间节点上。 在俄罗斯大选、英国脱欧和美俄关系闹僵之时,由英国挑头后,西方国家也有共同的需求,对俄立场形成统一战线。 崔洪建认为,以前也曾发生过俄罗斯间谍,被谋杀的案件。 但这次英国跳出了解决问题的传统套路,第一时间做出反应,并且有意要把事情拔高,将案件界定为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,对欧洲国家进行攻击。 而英国正负此番举动的背后,有对国内政治的盘算,特美沙没进来的日子不好过,英国内部,在脱欧问题的立场依然分裂,同时英国和欧盟的谈判也面临很大压力。 这时,一方面,他想用此事转移国内视线,缓解压力,另一方面,也是为接下来的脱欧谈,判创,造好的气氛,英国将俄罗斯塑造为于欧盟共同的威胁和敌人后,欧盟必须考,律英国脱欧后,如何面对俄罗斯这个共同威胁,如何和英国开展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合作,此事如何收藏至于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对英国的声援。 崔洪健认为这些国家亦在借此机会来表达西方的统一战线,尽管特朗普上任后说了一些关于普京和俄罗斯的好话,但是在落实政策上依然是严厉的。 崔洪健告诉,正知道微信ID,Apolitics除了特朗普在欧美之间制造一些矛盾以外,美国的主流派还是很清楚要团结欧洲,共同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。 所以这是一个机会,崔洪健表示,在历史上,多个国家联手对异国,采取驱逐外交官的做法非常罕见。 这次可以说是冷战结束后外交领域最严重的一次冲突,不过,他认为,目前的冲突局现在外交方面,还属于外交战,在驱逐外交官这件事上,不要光看人数,还要看级别,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高级别的外交官被驱逐,只是给出了人数。 这表明欧洲方面没有想把事情做绝,希望留有余地,在俄罗斯方面,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,26日重申俄方与斯科里帕尔中毒一事没有关系,而多国驱逐俄外交人员的举动加剧了紧张局势,俄方正在分析局势,并将根据对等原则,一一作出回应。 崔洪建认为,使泰是否进一步恶化,取决于调查结果,英国政府说服了欧洲盟友,美国,在这个问题上,对俄罗斯,采取协调一致立场,如果事情的调查结果,不利于俄罗斯,不排除欧洲和美国等国家会,追加对俄制裁。 另一方面,俄罗斯方面,如果比较冷静应对,并没有做出进一步让势,太升级的举动,事情就到此为止,双方目前都希望保持回旋余地,不至于把事情做得太僵,资料数央视环球往海外往新华社校对数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